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这段时间 我们从寒冷的冬天 一直到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穿折 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 天上下着灭供的雪 地上全是那个冰啊 雪的 都是在零下九度的情况下 一站在外头站十几个小时 做直播 还要用手去发电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边境城市 非常的偏僻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早上开玩笑去点菜 是吧 从上到下只有波兰饺子 然后一吃那个波兰饺子就 对吧 大家都有感受 是吧 刚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很奇怪 一下就来了一堆中国人 而且我们是唯一的一个救援团体 自带媒体组的 很多次站在前面的小帐篷的时候 第一眼就会说 你们是华人 他说 我以前没见过华人做人道救援 有一个波兰司机来送我们到营地 他说跟我们讲 之前的中国游客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紧张 还有慌张 我们的眼神里是充满了希望跟快乐 中共这七十年大外宣和在国际社会上对中国人形象抹黑 人家一想到中国人就是脏乱差 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完转这种局面吧 从来的第一天到现在 我感觉到我们爆料革命在全世界的影响已经大不相同 今天我在前面那个摊位上的时候 有个人跨过马路跑过来 就直接指着我的马甲说 这个太了不起了 我非常赞赏这个 他是一个义工 他专门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一句话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在这边走了一圈 他们看着我戴着这个帽子和身穿的黄马甲 就说你是新中国联邦人 虽然你是新来的 但是就那种游让人生的静意 就是在他们的眼神里 在他们的话语中就能感受到 这两天以色列组织的领队 他们在迎走的时候专门人到这边来 他们就这样子就这样子 然后刚刚又碰到一个 他是做完义工的 临走之前也是专门过来 就说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们这个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新中国联邦是怎么回事 他说太好了 他说我们理念一致 他说你们是有一个伟大的口号 你们有一个伟大的目标 而且我们新中国联邦能够让全世界看到了 在华人社会里面 甚至整个亚洲唯一一支 具有全球动员能力 迅速集结到达这个波兰 也就只有我们黄皮肤这么一个代表 他们不会记得你具体是谁 但是他会记住 你是新中国联邦人 记住我们的灭供的马甲 我们的灭供的咖啡 还有我们的帐篷 这两天不是要撤了吗 然后我们去跟每一个志愿者们道别 他说我们特别特别想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的帐篷永远都在这边 你们的咖啡和你们的帐篷和你们的微笑 都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收获了这些国际组织对我们的尊重 新中国联邦人不是没有秩序的 我们是非常有条理的 他们都是非常地盼望将来新中国联邦 去他们的国家建立新中国联邦的大使馆 让我感受到我这次人生不需此行吧 看到了我们新中国联邦 第一次走上世界舞台了以后 影响力明显地在扩大 这个当CCP深入人心 非常的欣慰 作为自由的一个人 代表着咱们自己的国家 那种开心我不发言表 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引道救援 而且是做一个义工 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骄傲 我看到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不断地成长 而我们爆料革命最主要的就是传播真相 我自己觉得第一我学到了很多 第二我也看到了我们队伍的成长 这次在前线你看到太多的默默无关的战友 默默地做事 这种让我感觉到 每一个战友都真的都是宝贝 我这次来想帮新中联邦尽一份力吧 很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做 之前也是没有做过 然后也是每天都学了很多的东西 回去的话有很多事情可以跟我儿子讲 这里像有台湾的年轻人啊 还有美国的 他们都会想做自己的事情啊 不一定就光要在学校学习 可以去外面体验一下 大社会也是一个大的大学吧 而且为什么要加入暴露革命就是有一个同理心 你看到现在的北京上海的封锁 他们吃不上饭 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家人呢 所以我们把自己放得很小 要看到别人的痛苦要感动身受 只有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过程度给面 这是第一次我觉得未来会更加成熟 更加有国际法 下一次我觉得我们会有更好的展现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和他妈妈进来 哎呀妈妈的脸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种的感觉 我就拿了一个巧克力啊放到妈妈眼前 他们就很开心 这个时候呢远远的咱们就去忙别的了 我就看到他的妈妈在流眼泪 我就慢慢的就走到他妈妈的背后啊 扶摸一下他的那个肩膀 真是那个时候 咱能感觉他们的心里边那种伤痛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那个小女孩就跑到我跟前 画了一幅画 他说的这个送给你 我一看哇那天我穿了一个格格的一个戴帽衫啊 他就练个格格的图案也画的 我胸前放了两只 他就把那两只笔也画的 哇这画的大长腿是我梦寐以求的 做梦都想的大长腿啊 第一件事情还是感谢我的父母 好久没见到我父母了 还是先跟我父母来个拥抱 我们多么的幸运 大天气特别冷的时候 我们有了帐篷 我们有了这个火炉 可是看到我们帐篷外边的那些小小的帐篷 好多国际义工就住在那小里边 我们背后的执基金法治社会 新中国联邦实力非常感谢你们 我想跟郭先生说 你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因为你把真相都跟我们说了 让我们真正的更了解世界 了解人心 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感谢全球的战友的关注 非常感谢七哥和联盟 对我们前线战友中的关心 七哥是给了我们真的很普通的这些战友 站出来的一个勇气啊 通过郭先生的努力 才有机会五湖四海的战友 文化呀和背景啊都不一样 但是能在乌克兰前线的阵地上能聚在一起 这就是天大的缘分 刚来的时候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就是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友 尤其是刚开始的那种艰苦的条件 看到战友们那种拼命的精神 确实很感动 我觉得他们就是舍生往死的感觉 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会有感染 但是为了帮助战友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全 就是那种背靠背的兄弟吧 看到很多战友他们生病了 后方的战友也在帮助他们很快康复 大家也都回来了 我觉得很多战友真的就是 枪林大雨中冲锋 根本没考虑到自己 在这种感召之下吧 我自己觉得在营地待得长一点 我也没觉得辛苦 互相的那种激励 你感觉到你融入了一个 一个滚滚向前的洪流的那种感觉 你就觉得你不累 觉得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这种 中国人之间的一种互相的关心 胜死与共 虽然我们都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新中国联邦 我们每一个战友都是背靠背的 你比方说搭个帐篷或者搬运东西 你根本不想招呼人 只要有个人坐 马上一群人周围就冲上去了 巴士一天坚守是很不容易的 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展现 我觉得这个归功于全球所有的战友 千千万万默默在付出的这些战友 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让大家广为熟知 但是他们做的这些工作 是无法用数量去衡量的 所有的人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传播了真相 把我们这份东西带给世界 中国人也是可以团结 可以有爱 我们有情怀 我们也是可以做很美好的事 我们的营地的撤离这个过程 我是非常的历练不少 因为跟所有的战友在这里经历了这么多 日日夜夜 我们留下了真正的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其实一个人的生命非常非常的渺小 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就是三万多天 如果你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化一个民族 一个重生 一个千年的和平 你会觉得自己有何等的幸运 其实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信仰 一直在不断地努力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一个人吧 梦想是什么 是行动 只有你行动了 你才有真正的价值 你才真正的成功 我们所有的前线的战友 现在所有的行动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真正为了我们所有的种人 我们只有站在了一起 共产党才会弱小 只有更多的人勇敢站出来 共产党才会害怕 打破自己的懦弱和恐惧 站起来 为自己而活 为你的家族而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